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任期间处理了不少悬而未决的案件 一些冤案在他手里也被平反 因其功劳卓越 被朝廷嘉奖 晋升三级 后来他又被调任杭州之府 东南沿海一带一直是窝寇泛滥横行的重灾区 沿海周边的百姓一直深受其害 民不聊生 胡宗宪率领三军对窝寇进行了清剿 消灭了违祸二十多年的窝寇 巩固了大明朝的江山 胡宗宪是儒匠 一边带兵作战 一边传书 著作泼风 他主持编传的《丑海图编》一书 对于中国海防史 尤其是钓鱼岛主权的明确标注 意义巨大深远 成为后代中国海防和主权历史的归念 这样一个抗窝的英雄 结局如何呢 说起来令人心寒 嘉靖四十一年 窝寇终于被平定 大明王朝的疆域得以被保障 这样的时刻 英雄应该是采局东篱下 幽人见南山了吧 实际上并不是 一旦战事平息 胡宗宪手中的兵权反而让他如芒刺在背 别忘了古代君王最怕的是什么 就是下面有人起义 而起义的第一条件就是要有兵权 所以对那些手握兵权的官员 朝廷历来都是严加防范的 官场上历来多是非 胡宗宪的官高位重一直被人嫉妒 曾多次被人弹劾 但那时候他对朝廷来说是擒天柱 少了不行 所以嘉靖皇帝一直都保全他 等到飞鸟尽的时候 他这把梁弓也该被藏起来了 胡宗宪因为严嵩事件被牵连 这次皇帝不再犹豫 很快就下令免去他的职务 并抓捕他入狱 不过皇帝这个时候还是感念他曾经的出生入死 在关键时刻改变了主意 没有对他治罪 而是将他贬为平民 打回原籍 胡宗宪风光威风了半辈子 却落得这样一个凄凉的下场 走得自然是卑卑怯怯 满腹委屈 但他没想到的是 即便如此 对手怕他东山再起 还是不肯放过他 他们继续搜罗了对胡宗宪不利的一些证据 递交给了皇上 里面还有一封假圣旨 这道假圣旨惹弄了皇帝 他马上下旨 对胡宗宪详细调查 胡宗宪在狱中曾经洋洋洒洒写过辩解书给皇帝 却久久没有收到回音 后来他失望地回想自己这一生 真是感慨万千 又悲愤不已 他清楚官场上的是非恩怨 自己到了这个地步 谁也救不了自己了 于是他写下了宝剑埋冤玉 中古绕白云的千古不朽之诗句后 愤然自杀 归根结底胡宗宪的死是一场政治阴谋引起的 却也跟他自己的为人形势有关 他这个人 无论军事还是政治眼光都十分厉害 唯独格局有些小 他不懂得洁身自爱 跟严氏一族混在一处 而且在赵文华挟思报复张经时 他也做过不少工作 很不光彩 胡宗宪在生活上也有些过于奢侈 不肯节制 文人处事上也有几分狂妄 这些细节都为他日后被弹劾埋下了祸根 官场如战场 有一点疏忽的地方 就可能会引发一连串的恶性反应 最可怕的是 这些在你春风得意的时候看不出来 只有在失去权力和地位的庇护时 才会显现出来 胡宗宪之词 恰恰是应验了以上的道理 私人已去 但是我们应该永远记得他的英雄事迹 记得他为保卫我们大中华付出的心血和精力 cel致知道努力是最好多的 匿告 然后我应该能移开